薄璇 你都走了一萬年了 你怎麼還沒回來啊 薄璇 我也想學習法術 像他們一樣飛來飛去 你身世不穩 去駐鸡鎮鳴 先把這碗藥喝了吧 不喝了行不行 上次喝了我睡了一整個冬日 還有我連雪景都沒看到 想看雪景還不簡單嗎 你把它喝了 我就便給你看 便吧 此處的風景我早就看你了 聽聞亮望山的風景特別漂亮 咱們去亮望山吧 可是 有你保護我不會有問題的 走 我看你 靠近 三眼兩雲 若如此涼晨 若如此美景 愿你随心 这里太美了 我很喜欢 只要你喜欢 任后有空我就带你来看 你可真好 时光如你 让我亲自去见你 温热掌心握紧 太多时温光 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你想听什么 就说说 神界 就说神界关闭 诸神随落 我从未听人讲起过这些事情 神 神与山川同寿 一念可同山海 是三界最强的存在 诸神之上另有真神 真神之上还有主神 他 主宰着苍生万物 三界在 他便在 那主神 岂不是永生不灭 是的 他永生不灭 那我怎么没在天界见过他 甚至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因为 他做了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 我如此确定 薄雪 你的面具 就好像长到你脸上似的 我很好奇 你到底找什么样 不急 总有一日 我们会真正相见 后迟 不管怎样你都要答应我 一定要无时无刻 带好这条手链 这样子 无论去哪儿 我都能寻到你 你放心 我舍不得摘了 我还留着打架用你 你到底在哪儿 你要去哪儿 为什么不辞而别 我将要去度神节 不用担心 万年后我便会回来 那会很危险吗 等我回来 莫说是青池宫了 天底下何处我都陪你去 后迟 这一生 你只管逍遥玩乐 养好身体 我不暂时 不要伤着自己 可是 一万年太久了 我能陪你一块去吗 你灵力地位 跟着我 会有危险 都怪我从小身子弱 不能替父神分担 还变成了你的累赘 我选择不告而别 就是不想见到你难受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 具灵力 学法术 如果你愿意 无事时 可以修炼一下我留给你的那些古迹仙术 这样就可以陪我去云游四海 一万年 你我约定 一万年后我便会回来 无论你到时候在哪儿 我都会找到你 我一定 好好具灵力 学法术 父神虽说行踪不定 但是偶尔会寄回来令狱 询问我们的近况 你倒好 连封书信都没有 若你回来了 看见我灵力毫无长进 会不会也像三界一样 嘲笑我空有上神之名 却毫无灵力呢 你那么疼我 一定不会的 凤然决定去廖望山 我也正好趁此机会 去廖望山寻一寻你 但愿你别在杜劫的时候遇到危险 别别别别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你福大命大 定会平安无事的 紫园见过二殿下 这位上君莫非是北海上君 贤善上君不必多礼 二殿下和上君请进 景昭公主方才也到了 正在后花园里赏花 上君如今在何处啊 师尊正在后殿休憩 我去见一见动画上君 景昭在花园 你没好些年没见了 他总念叨你 你替我去陪陪他 请进 你送我来一下 好 请 请 你知道的 我向来不与圣人打交道 景昭你认识啊 不算圣人 她是女君 我和女君相处 浑身都不自在 这三界之中 你看有几个和你一样的 把自己的神师 附在纸片人身上 自己同自己讲话 这有什么呢 别人看你会觉得很奇怪 那我又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秦牧啊 一个人读出久了 性格会变得孤僻的 你听我一言 独交朋友 对你好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我有你啊 别忘了 来之前你我对异三局 我让你毁秦你都输了 是你愿意服输陪我来这儿的 下次跟你比先见 我不信我还会输 好了 别啰嗦了 快去吧 青木上君 青木见过公主殿下 想不到尚君今日也会来东华的寿宴 景昭听闻这大泽府的花景 乃是仙界一绝 寿宴未开 不如尚君陪景昭到处走走 天宫没有花景吗 天宫 天宫的花景虽好 可惜却没有西花之人 不过若你不喜欢 我们在此做做也是一样的 不妨 不妨 ガ eternal 谢谢观看